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滴管一只 10.广口瓶一个 11.水槽一个 实验步骤 1.在水槽内放入约一半的水 将装满水的管口瓶 以玻璃片盖紧后倒立放入水中 再移除玻璃片 2.取半匙二氧化蒙 放入吸氯瓶中 并接上橡皮导管 3.小心地将剂头漏斗穿过橡皮塞 注意 将剂头漏斗穿过橡皮塞时 应缓缓旋转塞入 避免玻璃管断裂 并塞紧吸氯瓶口 使漏斗末端尽量接近平底 再由剂头漏斗上端加入少量的水 使漏斗末端墨于页面下 4.将双氧水缓缓滴入剂头漏斗中 待冒泡约一段时间 约30秒后 再将橡皮导管插入水槽的管口瓶中 收集产生的气体 注意 使用双氧水时要小心 若不慎接触皮肤时 应立即冲水 减缓皮肤的痒痛感 滴双氧水的速度不可太快 否则大量的气体会使双氧水由漏斗端喷出 若双氧水快喷出时 应立刻将橡皮导管移出水中 5.当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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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让气体充满管口瓶后 在水中以玻璃片盖紧瓶口 取出水面 瓶口朝上放置 6.观察并依照步骤 确认瓶内气体的化学性质 预确认的化学性质 助燃性 气材 气体收集完成的广口瓶 现象一支 步骤 将点燃的现象放入装有气体的广口瓶 观察燃烧的现象 问题与讨论 1.步骤三中 为什么要将剂头漏斗的末端 漠于页面之下 答 避免生成的氧气从漏斗上方溢出 2.步骤四中 为什么冒泡一段时间后 才开始收集氧气 答 在产生气体之前 在橡皮导管里的气体为空气 因此冒泡一段时间后再收集 是为了收集更纯的氧气 可以降低实验误差 3.根据步骤六得到什么结果 是否能验证 预确认的化学性质 答 现象会剧烈燃烧 显示此种气体可以帮助燃烧 具有助燃性 探究提问 进阶延伸题 大理盐与锡盐酸混合 可以产生二氧化碳 以你所学 该如何收集气体并验证其性质 1.有什么方法可以收集气体 答 排水及气法 2.可以用哪两种物质来验证二氧化碳 答 现象 澄清石灰水 3.依据上方引导 设计方法验证气体性质 答 实验目的 借由二氧化碳的制造 收集和检验 认识二氧化碳的性质 欲确认的化学性质 助燃性 使用物质 现象 步骤 1.使用排水及气法 收集二氧化碳 2.将点燃的现象 深入收集二氧化碳气体的管口瓶中 实验结果 现象熄灭 可知没有助燃性 4.比对其他组别验证的操作方法 探讨实验结果的一同 答 依据实际状况回答 请 reverber